美国本土不远发现中俄联合舰队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阳谋 大家好,我是小英华 长久以来,美国始终在中国近海地区搞自由航行 现如今,中国终于有国力支撑我们的寇渴望,无也可望的行动 就在日前,美国本土历史上第一次直面大规模的中国舰队 一场阳谋彻底撕开了美国战略设想 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在中俄联合舰队 在日本海中部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后,并没有解散 而是一七百上在俄罗斯的军港进行了停靠 外界一直猜测可能后续会有更大的动作 果不其然,在日前,美国阿拉斯加西南方向的阿六神群岛附近 捕捉到了不明舰队的信号 随后确认为11艘中俄军舰构成的舰队 按照美军退役海军上校布伦特·萨德勒的说法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本土直面中俄舰队 并声称这个行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极具挑战性 大家知道美国舰队常年在亚太地区搞航行自由 那我们去阿拉斯加附近搞一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归根结底,还是美国人不习惯 等习惯了也就好了 就像日本,以前我们突破第一岛链 日本就急得跳脚 全程战机,舰船跟踪 时间长了熬不住了,也就习惯了 现在每次出去也没有什么大动静了 像这次,美国人嘴上说着我们不担心 可按五角大楼的说法,出动了四艘驱逐舰 约翰·梅凯恩号、约翰·菲恩号以及本副德号中尹号 还额外派了一架P8反潜巡逻机 生怕中国效仿美国在它附近的海域丢潜航器 搜集水文资料,你看还是不习惯导致的 言归正传,这一次中俄联合舰队演习 直扑美国的本土 也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向美国发出的信号 如果真的要打,中俄必定会把战火烧进美国的本土 这会是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情况 美国之所以动不动就在全球挑动战争 本质上就是因为本土的战略安全 无需担心本土遇息 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这会是一场和美国设想之中完全不一样的战争 从路线上来说 中俄这一次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战略思路 很明确就是要给远程打击力量划处一段空中走廊 怎么解释呢 如果中国用洲击导弹打击美国本土 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基地 太平洋中部军事基地肯定会有所警觉的 换而言之增加了被美国人拦截的几率 也给了美国反应时间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肯定要避免的 那么怎么避免呢 导弹从前北级的方向走 也就是中俄这次联合演习的几个地点 日本海R6神群岛 美国本土 而中俄联合舰队要做的 就是在这条路上 清空美军的力量 划出一条干干净净的空中走廊 等到洲击导弹进入了打击链末端 那美国就很难防得住了 而且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在阿拉斯加真的没有太多的防御力量 这是美国最薄弱的一个战略短板 注重进攻忽落了防御 大量的军事力量分散到了全球各处 东亚 东南亚 中东 欧洲 可本土却只有少量的常备部队 一旦中俄舰队抵达预定位置 美国能够在第一时间反营的力量少之又少 可能有人要说 那么中俄这一次不就是提醒了美国 要注重本土防御了吗 可问题来了 拜登要怎么守呢 要把海外驻军都撤回来吗 要么扩军增大军费收入 这两个选择 美国国会的防顶都要炒翻 每一个能成 前者要了美国霸权的命 后者要了美国财政的命 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养母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